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上次朱立倫主席 以及他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那他不要切割黨功 避重就輕 大街罵人 小巷道歉 那包括說王鴻威啊 徐曉星等等的蝦冰蟹匠 都是配合演出的主角跟配角 這並不是一句個人交友不慎 督導不周 就可以輕輕帶過的 林玉紅跟國民黨黨工許哲兵 配合造假 對於進口彈的事情 有一系列不實的指控 結果發現說 這其實跟五年前 網路一系列對於吳英零的攻擊 無天概率的攻擊 其實如出一策 那那時候2018年之後 其實我也是議員候選人 我因為公開幫吳英零說話 在網路上也遭受一連串的攻擊 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假帳號 然後是有系列的 有組織的 來進行攻擊 許哲兵除了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工 那他背後有沒有兼職在做公關公司 那他背後共謀的這些場景 還有多少人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知不知情 雲林張家又在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些金流 這些關係都有賴檢調來調查 許哲兵剛剛提到 我是台大法律系 我跟謝沛芬都是台大法律系的 都有基本的法律知識跟常識 怎麼甘願被林玉紅這樣子的利用這樣子的操弄 在網路上用這樣子的假帳號來留言 而這一切背後是不是一個長期的配合 這後面到底是誰提供的資金 這是今天大家所關切的重點 而黃世修他不經意的透露出說 國民黨背後就長期有一個外包的公關公司 就是國民黨中央政策會的黨公